新攻略資格在第二尾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雙香冰 我很像知道 你有什麼委屈嗎 雙香冰的包啊 你不想多看一個提示嗎 我不想啊 答案是 水桶 有那麼簡單 請問一下 你們女孩子的包 有一種叫做 水桶包嗎 還是水桶包 水桶包 所以答案是水桶還是冰桶 水桶包 三個字 水桶 你知道你問包的話 就是水桶包 但是你問它是什麼 我們答案很明確 就是兩個字或三個字 真的嗎 哪一個 水桶 會不會答對了 水桶 答對沒有 答對 很厲害 好強喔 真的 太厲害了 我用你這個朋友 我好驕傲 好厲害 厲害吧 你看看出雷旁通多重要 你們其他人可惜了 想不到吧 輸給這個老魔頭 什麼老魔頭 何必這個新平妹 叛逆的 真的嗎 小逆兩輪 幹嘛 可是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啊 他很優秀 真的 你們看起來大概是差十分 我想讓我的小孩 跟他交朋友 真的 你小孩啊 不用 我派我的小天 跟他交朋友 沒有 我 你知道我為什麼急著按 我很想要趕快離開這邊 我一直感覺到 我在坐電燈泡 沒有啦 好好喔 真的 他一直有個很殺的眼神 看我你可不可以走啊 來 屈愛玲總共公認賽 屈愛玲請就位 再來 徐愛玲同學 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 經濟系畢業 看一下我們為你準備了 這一套量身打造的題目 你等著接受這個感動 真的嗎 非常貼心的準備 我聽說了 當然 請看他的題目 客製化的題目 九宮格分別有 裝潢有意見 說的是你主持幸福空間 這樣的節目 舊金山帶朵花 你在舊金山亞裔小姐裡面 得到冠軍啊 不得了啊 品牌時裝週 因為你了解時尚的品牌故事 也參加過幾次嘛 對吧 婚姻關鍵字 結婚快十八年了 小孩要獨立 很注重孩子品的教育 和學習態度 兩個孩子 粉紅幸運色 你就是粉紅控 來 貓奴記載中 你養過十五年的貓 最愛恐怖片 就是你 好 我們先從哪邊開始 跟你也熟悉的 婚姻好了 十八年下來 給你一句話 你要說什麼 開心啊 開心啊 下我一條 我以為你要講說 我不會哭的 我不是 我有犯累嗎 沒有... 你一直在吞喔 沒有... 夠了 夠了 沒有了 效果做得夠多了 婚姻關鍵字 請主題 根據Google統計 請問婚姻相關搜尋 第一名的是哪一個關鍵字 A 無愛婚姻 B 無性婚姻 C 不開心的婚姻 B B 請鎖定 無性婚姻 很像常聽對不對 對 為什麼不是 無愛婚姻 因為沒有愛 他當初 現在人啦 比較少沒有 沒有這個 沒有愛情就結婚的 幾乎是 都是自己 自由談戀愛嘛 以前可能是 比較是無愛 沒錯之言 對 沒錯之言 那不開心 幹嘛結婚呢 因為這目前就是口言殘喘 對 兩人相見不如懷念 但是我覺得比較是 在一起久了 最後還是在一起 但是就是無性 無性婚姻會不會很可惜 我覺得看你要求的是 心理上的這種 這種在一起的感覺 還是說你必須要有 生理跟心理 能夠生理跟心理平衡是最好的 當然 當然 但是我也有認識很多的 這個一對一對 他其實是 其實就只有心理層面 但是他們 就像老人家好了 可能就是年紀很大了 很早就分房了 對 然後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生活上 還是非常的 就是互相的尊重 相愛 像家人 然後出去手牽著手 還是有 演給大家看 哪是演啊 發自內心的啦 年輕人大概很難接受 無性婚姻 一定到一定年紀有才知道 原來他是事實 對吧 我訪問一下你嘛 就是他人家知道啊 你比較接近 我比較接近 你十八年耶 我十五年耶 不是 可是以年齡來算 對不對 我們快靜一下一點好不好 我覺得結婚之後 如果撐過生小孩子那一段的話 應該就會好像變 因為很多 對 出現無性婚姻 都是生完小孩之後 然後可能老婆忙小孩啊 然後就會太累 然後就會拒絕老公 通常會這種 還有的很多 我知道就是小孩子 也都跟你們睡在一起了 對 甚至於睡在夫妻的中間 中間 變成了中央山脈 是不是 是吧 為什麼我們都問對方 是不是 是吧 真的是 要珍惜喔 是 珍惜嗎 你幹嘛看他們啊 勉勵他們 他們裡面也沒幾個結婚的 對不對 無性婚姻是 是Google統計婚姻相關搜尋的 第一名嗎 請計較 她真的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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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進入 無性婚姻狀態的人 真的很多 從這個Google的搜尋 關鍵字裡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每個月搜尋 無性婚姻的人 有兩萬多人 而且呢 這已經遠遠的超過了 不性婚姻 大概超過了3.5倍 還有呢 無愛婚姻 更是超過了8倍之多 那麼無性婚姻的 這個狀態之下 到底要怎麼來定義喔 其實呢 只要夫妻兩人 在一個月之內 沒有性生活超過一次的話 就算是無性婚姻囉 不是完全沒有喔 是一個月沒有一次 就算是無性婚姻 那麼無性婚姻呢 其實有時候 除了傷心也傷身 因為呢 其實對於男生的生殖系統 或女生的內分泌呢 都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的 甚至如果是太年輕 就進入無性婚姻狀態的話 可能還會造成女生 提早停經 所以專家要建議喔 如果呢 有一方 特別不想要的時候呢 另外一方呢 可以故意 打扮得花枝招展 激發其他的那種征服欲 可能就可以讓兩個人 可以再次和諧一寫了 來 第二題 小孩要獨立 小孩要獨立 當然要獨立 來 請出題 B 美國研究幼童行為 與獨立程度有關 請問新少年遇到問題時 有怎樣的表現 成年後會更獨立 A 依賴別人幫忙 B 自己想辦法解決 C 沒有作為順其自然 小心喔 我認為他有點小陷阱 成年後會更獨立 自己想辦法去解決B B啊 所以 依賴別人幫忙 你當然不會選嘛 對不對 不會 總是依賴別人幫忙 那怎麼會獨立對不對 對 沒有作為順其自然 這個人不獨立嗎 其實我是看到美國研究 因為美國的所有的教育 跟研究都是 Try to find your own solution 就是你自己要去解決問題 解決自己自己的問題 這是永遠在訓練 小孩子獨立的方式 所以才會那種十八歲 就叫他自己出去獨立啊 搬出去賺錢 自己去面對問題 自己解決 我覺得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好像太容易了 可是不就是針對 你們自己懂的東西嗎 他都是研究了我 我比較擅長的嗎 我們有好多人他懂 他的領域 他領域裡面 第一題就是死人 真的喔 他信誓旦旦說 如果我答錯就是你們 你會聊這麼久 表示好像有一點問題 對 是擔心 是擔心嗎 我的好友第一次來 青少年遇到問題的時候 怎樣表現 成年後更獨立 真的是自己想辦法解決 這麼簡單嗎 請 C嗎 下一次你跟我聊這麼久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有問題 來吧 我不知道答案 真的 我是跟你們一起猜的 對 我覺得太直 對不對 太直接了 但是順其自然 這有一點點 一定有說法 一定有說法 我們聽聽看 告訴我們答案 正確答案完全出乎意料 是依賴他人幫忙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小孩子如果很需要大人 或別人來幫他做事情 不是很媽寶的行為嗎 這樣的人以後怎麼可能獨立呢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的年紀 還在青少年以前 其實很多事情 你並不是靠著自己 就能夠做得好的 所以當你在青少年的年紀 你遇到了困難 你願意尋求外界的幫助 讓自己往一個更好的方向去走 那反而 在這個研究當中 25歲以後 這些人 他們在社會上 有更好的學歷 更有成就 你當然就更有能力 可以照顧自己 獨立運作 然後做更負責任的事情 然後做更好的工作 因此呢 其實在青少年時期 不要走歪走偏 反而是更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覺得開了一個 有開了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思考事情 是應該這樣想 我覺得這題目很棒耶 很棒啊 真的 如果只會跟自己相處 你怎麼獨立啊 你未來早上也是個怪咖 你只會跟自己相處 跟別人相處 跟別人協同落在的能力 你沒辦法跟別人配合 你沒辦法跟別人討論 我自己想辦法 那這個人想久了 你會越想越窄吧我想 對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是 把它搭配在一起 當然要搭配啦 但這題目出得非常好 我覺得很棒 為人父母 不可不知 還有兩分五十六嘛 我們就記得了 好不好 等你下次來雪池 OK 像季酒一樣 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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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列 趕快來訂閱喔